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名模出身的意大利男兴亚利申卓白尔吉,在新片《情语》那不乐斯饰演小鲜肉安德烈,与影后乔凡那梅诺兹欧那有全裸上针的火赖床戏,不仅尺度大开,弹胸路臀,更毫不藏私,捧大雕出来见客,吸引不少淑女及同志目光,除了驻电影《大卖两亿台币票房》, 还一举横扫意大利金像将十一项提名,叫好又叫做白尔吉有助186公分高挑身材,戏外从没有主动追求异性的经验,但在片中使出魅惑电眼,散发满满的致命吸引力,靠住霸道一句乃今晚将与我共度春晓当场就把年长十岁的乔凡那迷的神会颠倒,立刻随他回家翻云覆雨,更为他舔菊。 上演全裸激情床战,让观众也跟住脸红心跳,掀起热议,请遇纳布勒斯讲述小鲜肉安德烈,亚历山卓白尔吉士,在晚宴上邂逅了女法医阿德瑞娜,乔法纳梅诺兹欧那时,两人春晓一夜后,相约次日再许前缘。 意外的是,安德烈隔天竟招到杀身之祸,当阿德瑞娜一步步展开追查,安德烈迷恙的身份也呼之欲出,该片9月21日在台上映。 亚历山卓白尔吉和乔法纳梅诺兹欧那在情欲乃布勒斯有火辣情欲系。 海鹏提供,亚历山卓白尔吉和乔法纳梅诺兹欧那在情欲乃布勒斯有火辣情欲系。 海鹏提供。 海鹏提供。 海鹏提供。